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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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已经出生了 而且很幸福 对啊 经纪人说宝宝是一个小公主 然后宅宅周一鸣也表示 自己接下来会花一些时间 好好的照顾宝宝和自己的妻子 所以我觉得最近我们男生们 真的是喜事多多 你看有人忙着当爸爸 还有人竟然忙着去当老板 明星跨界忙吴克群当老板 自朝事监工 今日吴克群所创立的潮牌旗舰店 在台北盛大开幕 一项好人员的吴克群 自然是引来不少明星好友到场支持 话说吴克群创立自己的潮牌已有三年 对于从艺人转型成潮牌老板的身份 吴老板可是有不同的见解哦 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什么潮人 其实我只是想要做一个好的品牌 然后能够让大家有很棒的衣服穿 不过既然做了潮牌生意 这审美也得及时提升才是 吴老板快来评价评价 身边好友的穿着吧 穿什么东西还是要自己喜欢 对 所以我不敢鄙视我的朋友们 还要在看谁 虽然如今生意越做越大 然而克群并不喜欢别人喊他 吴老板那我们该叫你啥呀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老板 对啊 因为叫你建工可以 小编点评 这建工可不简单啊 明星跨界盲 姚明化身 代言人致力语言教育 昨天一直热心公益的姚明 现身上海高调宣布将续约 某在线教育平台担任代言人 值得一提的是 姚明不仅仅是代言人更是集团的股东 近年间这位曾经的姚中峰 就已经华丽转型成了姚老板 而他似乎早已经适应了身份上的转变 为公司宣传也是相当的卖力 其间还绣了一把自己的小游墨 其实看完这刚刚的视频之后 我真的觉得 经常给姚明点一个大胆子 大胆子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他已经退役了 可是他对于公益和爱心方面的一些事 真的是一直在努力前行 对啊 其实这一点跟我们乐番廷也非常的符合 我们乐番廷虽然是一个娱乐节目 但是我们一直都很努力地致力于这个慈善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16玻璃明星慈善行哦 本次娱乐乐番廷2016玻璃明星慈善行活动 携手爱心大使杜天浩来到福建敏青县 下注乡总体小学一同探访这里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在上一期节目中 爱心大使杜天浩不仅为这里的同学们 带来了很多的礼物 还与他们互动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篮球课 接下来帅气的杜老师又要开课咯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来到教室面要给同学们上课了 也要欢迎到我们的杜天浩哥哥 不过现在不是天浩哥哥了 现在编程的是我们的教授杜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我们的杜天浩杜老师 上什么内容呢 介绍一下了 我知道的内容 其实单字我看一下不难 但都是关于海洋 关于海的 哇哇哇在上完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篮球课后 我们的慈善大使杜天浩继续化身成老师 为孩子们上一堂关于海洋生物的英语课 不知杜老师在这堂课上会继续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欣喜呢 这是什么 鲨鱼 鲨鱼 台下的杜老师教得十分卖力台下的同学们学得也十分认真 乖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一堂课的时光转瞬即逝 留下的是杜老师与孩子间的不选之情 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机会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可以去很多各个地方国外看一下 你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也会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学习现在的学习时光 再次谢谢我们多少时间 我们带来了特别的英语课堂的时间 我们一起谢谢老师好不好 谢谢老师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还是需要帮助 刚才我们看到了同学们这个校园的环境呢 这个读书环境虽然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但是在同学们当中有部分同学他们的条件 生活条件也是相对的艰苦的 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三个相对特殊的同学了 那姐姐呢大姐叫李嘉欣 然后二姐叫做李嘉玲 弟弟叫普李峰 他们三个呢就是从小爸爸妈妈就没有在身边了 就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而且呢家里面条件相对很艰苦 而且呢他们的家离学校很远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节约这个上学的路程 他们只能是寄宿在亲戚家的这个车棚里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我们的杜天浩到他们的家里面去看看具体情况 去谈谈一下好不好 走吧 这里就是李嘉欣李嘉玲和李峰三姐弟的家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们很难相信 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大山里竟然还藏着如此一个 有着满满心酸故事的家庭 五年前三姐弟的父亲意外离世 随后母亲也早早改嫁 从此他们三姐弟就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或许是杜天浩的来访触动了奶奶心底最悲伤的记忆 她压抑许久的内心终于抵不住悲伤的情绪开始哭泣 奶奶一哭我也想哭但孩子在睡我 我就不好意思两个人在孩子面前哭就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把这份泪给忍下来 平日里李嘉欣一家五口就是聚集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房间里生活 两张床一线窗一个衣柜就是房间的全部 大家吃睡这个 这个 然后奶奶睡 生活的艰难使得奶奶经常愁眉不眨 但是贫困却无法阻断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今天我们的爱心大使杜天浩 就为这三个坚强的孩子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爱的礼物 哥哥跟你们约定 我代表节目组跟你们约定 只要你们在学校乖乖好好读书 我就带你们去香港的海洋公园玩 OK 打勾勾 来 一 二 三 一句小小的承诺 一个小小的约定 对于孩子而言都有着莫大的意义 探访完这些有困难的孩子的这个家庭之后呢 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深深的震动跟我一样 那不像我们杜天浩看完这些之后感受是如何的 我觉得一进到家里就是看到这些挺难过的 但是还是把一些的情绪给就是压下来 不想让孩子能看到 我觉得大家能能多关注一下这些孩子们 然后能帮的就多多帮忙 对了跟同学们孩子们进去的接触之后呢 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积极上上的一面 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给予这些有困难的孩子更多的帮助和关心了 在这儿呢就宣布海的味道 我知道由玻璃海苔点心面和我们东南卫视娱乐乐翻篇联合制作的玻璃明星慈善型的第三站 来到的是福建省敏青县的下主乡中心小区 这一站我们的任务顺利的完成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就是参加我们的凡天官方微博和微信的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景博然陆寒 还有马思春主演的喜欢冒险电影盗墓笔记的电影票 但是原定于8月5号正式上映的盗墓笔记呢 已经改到了8月4号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就会和大家正式见面了 是的 也要提醒大家8月5号晚上的9点10分 盗墓笔记的手艺领将会在东南卫视播出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 其实说起盗墓笔记呢 昨天我们刚刚聊过了景博然是不是 今天我们来聊聊另外的一位主演 那就是陆寒 听说他为了这部戏真的是吃了蛮多的苦 居然被称为是吃土少年哦 接下主期档最受期待的大电影盗墓笔记的上映日 已经进入倒计时 几位电影主创更是忙不爹的各出跑 为电影宣传造势 这部昨天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超级大IP电影盗墓笔记 在上台举行盛大发布会 导演李林港席原著级编剧编剧南派三出 与一众主演 若涵王景春马思纯等亮相现场 永远人气在线的小鹿同学 这一出场啊 就即刻点燃了粉丝高涨的热情 而不同以往出演的清新角色 这回小鹿可是吃了不少土啊 这部其他都是在地上台的 这部是在地下台的 印象最深刻的想就是每天吃土吧 所以当下炙手可悦的当红小鲜肉 陆寒一直是众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可是你能想象到这样的小鲜肉 每天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吗 如果说这部戏的另外一位主演 景博然每天穿着巨重无比的脏袍 打打杀杀扛起动作戏的苦差 那咱们的小鹿同学也没好到哪里去 眼惯了阳光大男孩 此番陆寒可是要突破形象 钻进地下去捣抖 完全成了吃土专业乎啊 为了还原一部最人型的盗墓笔记 这整个剧组都开了挂吧 而作为戏里面唯一的女主演者 马思春可是遭了不少罪啊 入盗墓深思海啊 拍了盗墓笔记形象大改变 估计爷们的连亲妈粉都不认得了 对于这样的评价 万扎丸子头身着身微路肩 性感亮相的马思春也是相当无奈呢 小鹿同学就是马大姐 就反正不是男的就是大姐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评价 还是请爷们就有什么 是吗 对 对因为我演的啊 你们就是一个很爷们的女人 那我从下不是 掌声 盗墓笔记几位主演真是蛮拼的 明明很性感要请女神范 却硬生生改变戏路 演得爷味十足 明明可以靠脸撑票房 却穿着十几斤重的脏袍 扛着打刀打打沙沙 吊威亚爬地动 喝风吃土的 啥都自己来 这真的是一个用生命 在演戏的剧组啊 这部啥都看在眼里的 老戏骨王景春老师 自然是对几位后辈夸赞有加 不娇气不抱怨 该吃土吃土 该挨打挨打 一个美辣 小编铁兵还等什么 今晚电影院走起呀 欢迎各位进入我们这个 恒电明星大搜罗的环节了 8月9号呢 七夕姐让我们带着你去恒电 穿越青宫 云光夜跑一起录营看星星 DJ派对更多精彩活动 等着大家哦 是的 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乐阀宁的主播们 在恒电度过一个非凡的夏天吧 走进新宫密系的 红墙深宫 置身于充满民国气息的特色街道 哇哇哇 这是要穿越的节奏啊 东方好莱坞 恒电影制成真的太神奇 而你再看看眼前 这帮身着汉服的可爱书生 终于明白 穿越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浑身充满娱乐细胞的紫威姐姐 又岂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与小伙伴们一起 跟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开比里 来一次亲密接触呢 感觉自己上个书生 做个服装的话 感觉自己很有邪门 我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是啊 这么好看的汉服 又怎么舍得脱下呢 不过此情此情 恰如此时此刻 固有得让咱们的夜主播 歌姓滑发 我说夜主播还能好好地做你的主持吗 这能歌善舞固然重要 不过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全才优等生 不但要能闻 还要能舞 瞧瞧瞧瞧瞧 小伙伴们已经顶着烈日 开始军事体能训练了 可是哪想到艰苦的训练的背后 换来的却是一帮小学员们的无情苦衷 这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教官厉不厉害 有些时候很凶 棍子打我们记住着 疼不疼 疼 你被打过几次 我来吃吧 这里你说这么多 小型教练再打你屁股 还是收集你的调皮小聪明 咱们一起打一套所向无敌的军体拳吧 哇 能不能过好这个夏天 就看你的咯 乐阪天总和报道 欢迎回来到好小给力 玻璃海大点心片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舒淇冯孝峰 恭喜一张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 好吃好给力玻璃海的点心片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丁丁的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是的 今天娱乐鞋 问题的问题是 穿着这双高跟鞋的人是谁 只要你都乐阪天官方微信 或官方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就获得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片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周笔畅的亲笔签名 写真送给大家啦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明天同时间 乐阪天在这里等着你哦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